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平安夜 也祝大家平安夜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如同我们这个讲座所说 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圣诞节究竟是怎么来的 以及它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我自己呢,就是在22年前 1999年 那个圣诞节 那个平安夜 第一次接触到信仰和福音 那会儿我还在上学 你想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临近期末 对吧 大家都在上自习 我也在上自习 不过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学习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很苦闷 心情很苦闷 然后人生很迷茫 所以也有点看不进去书 然后就有同学告诉我 说在我们学校附近好像正在有一个圣诞晚会 要不要去看一看 那么我就想反正没什么事情 那我就去看一看吧 去了以后呢 就是 人倒是还挺多的 但也都不认识啊 有同学没有什么 就教会呢 就是办了这场的福音会 一个圣诞节的晚会 放了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叫 耶稣传啊 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 或者是朋友们 也许听过啊 就是讲耶稣的生平的 那之后呢 就是 有这样教会的弟兄 在台前 大家可以问一些问题 什么样子 那么我当时还记得 我还问了一些问题 我还问 说 天主教 基督教和东正教 有什么区别啊 然后对于个回答是什么 我也忘了 然后每个人结束的时候 一个人给发了一个橘子 后来 后来的这个 圣诞节 很多的商家给发苹果 号称平安果 当时教会是发了一个橘子 然后呢 还发了这个 一张卡片 上面就是有联系的 一个同学的联系方式 大意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 得到一本免费的圣经 去看一看 那么你可以联系它 那我就 看到这张卡片之后 然后 我还真的过了几天 就去照着这个电话 去联系 这个背景音乐 我把它先关一下 把背景音乐关掉 然后我就照着那个 联系方式去联系 这样的话呢 我就 真的后来 就联系上教会 得到了一本圣经 银两小啊 让我广大一点 我得到了一本圣经 我就去看 所以这个就是我接触 信仰的开始 那么到今天 算起来 这已经二十多年了 因此平安夜 圣诞节 我想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那至少对我个人来说 它就很有意义 因为我就是在二十多年前 这个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信仰 后来回头想 我常常感叹 如果我能更早一些的 接触该有多好 我的人生会不会 变得更加美好一些 或者不会遇到 那么多的问题 这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同样 虽然没有办法 像当年我一样 放那么长一部电影 给大家看 但我还是可以放一个 几分钟的一个小短片 给大家看一下 了解一下圣诞节的 那个意义 一个小动画片 那个介绍 音量的问题 大家如果是真的小 你可以尽量把你的声音调大 因为我这儿 有的说音量大 有的说音量小 多数人说是比较正常 好 大家或者你戴上耳机 会稍微的好一点 我给大家找一个短片 放一下 我用屏幕共享的方式 好 他和青年木匠约瑟 顶了婚 一天天使加白烈 出现在玛利亚面前 玛利亚 你在上帝面前蒙恩了 你将怀孕生子 并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继承大卫的王位 他的王权也是没有穷尽的 我虽然和大卫家族的约瑟定了婚 但他还没有娶我 我怎能怀孕生子呢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只要你信 我是上帝的婢女 愿意听从上帝的安排 约瑟想悄悄地和他分手 正在他考虑这事时 上帝的天使出现在他的梦中 不要再疑惑 把玛利亚娶回家 他怀的孩子来自圣灵 他将生一个男孩子 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将把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于是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 也甘心顺服 奉罗马凯撒奥古斯都大帝旨意 所有百姓都要到园级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约瑟带上怀有身孕的玛利亚去往伯利恒 玛利亚 这是最后一家客栈了 这的房间都满了 不过还有一间马棚可以住 跟我来 这就是耶稣 可马蒙里找不到干净的地方 约瑟和玛利亚只得把孩子包好 小心翼翼的放在马槽里 别害怕 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个和全人类息息相关的空前大唏嘘 今天在大卫王的城里 有一位救助为你们讲声了 他就是主基督 可以这样认出他 那一位包着布 握在马槽里的鹰海就是了 看呐 他在这里 背得好香 真可爱 看呐 一颗心 救世主诞生的记号 跟着他就能找到救世主 叫做这家钱类伏 先生 人和 partners 妖精 再当我们认识 新闻 好 笑 再当我们田恒 就是这一家 博士们俯伏跪拜 并打开宝盒 把珍贵的黄金 乳香和墨药作为礼物献给耶稣 耶稣诞生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但是耶稣在哪一天诞生 现在没有人确切知道 四世纪初 罗马帝国东部各教会 将一月六日 作为纪念耶稣降生 和受洗的双重节日 称为主显节 公元330年 均是坦丁大帝颁布政令 在罗马帝国全境 每年的12月25日 不再纪念大阳神密特拉 而改为纪念耶稣诞辰 公元1607年 世界各地教会领袖 在伯利恒聚会 对圣诞节的日期 进一步予以确定 从此世界大多数的基督徒 均以12月25日 作为圣诞节 圣诞节的初衷 是庆祝上帝之子 降生成人的神迹 包括他的受孕与诞生 这本来是基督徒的宗教节日 但是随着基督教 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 圣诞节在全球流行起来 在许多国家 圣诞节是最拢住的节日 人们在圣诞节 举办各种欢庆仪式 与家人团聚 与朋友互赠礼物 无论人们对圣诞节的理解 是否相同 圣诞向人们所传递的信息 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就是欢乐 祝福和爱 好 这是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呢 几分钟 可以说把圣诞节的一个来历 算是比较清楚 还是简单的交代了一下 如同片尾所说 圣诞节的核心的意义 它说是欢乐 是祝福 是爱 而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一个 叫耶稣基督 这个人的降生 圣就指的是他 圣诞指的是他的诞生 所以这也是他最重要的意义 圣诞节这一天是纪念 耶稣的诞生 其实刚才也已经说了 可能有不少朋友 不一定知道说这件事 就是圣诞节 虽然是12月25号 24号的晚上 我们称为平安夜 但实际上 耶稣几乎不可能是 12月25号降生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理由 因为当你去看一下圣经 去哪能有圣经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你今天出现的 这个直播间当中 那么你至少是认识 一位基督徒 对吧 他发给你这个链接的 所以你可以去 跟他要一本圣经 在网上电子的圣经 也很多 是很容易找到的 如果你去读圣经 你去读里边的这个 经文 这个记载 你就会发现 提到耶稣降生的 那一天的时候 说牧羊人们 是在夜间 还在看守羊群的 你要知道 北半球的12月 现在这个日子的夜间 那是非常寒冷的 几乎是不可能说 能够在夜间 看守羊群 而以色列这个地方 他们是每一年 过了10月以后 就牧羊人 几乎是不可能 再去到野外了 而是要在这个 室内来看守羊群 所以呢 根据这个 我们可以讲 那一天几乎不可能 是冬天的 这是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 今天的世界上 多数的基督徒 多数的国家和民族 都把12月25号 定为圣诞节呢 刚才那个小短片 其实已经说了 其实已经说了 那个是君士坦丁 罗马皇帝 他把原来 罗马人 为了纪念太阳神 密特拉 的那个12月25号 改成了 在那一天 不是纪念太阳神 而是纪念耶稣基督 为什么改在那一天 据说有两个理由 一个呢 是神学家们 通过一些复杂的计算 和一些神学的理由 他们认为 耶稣的受孕的日期 应该是3月25号 那么再加上9个月 就是到12月25号 这是一个理由 另一个理由呢 是既然帝国 很多人已经信了基督 罗马皇帝 君士坦丁 也成了基督徒 那么他就 干脆把原来 罗马人的那个信仰 太阳神的纪念日 那一天 就替换成了 12月25号 纪念基督的日子 那这个可以说 是一种更新 是一种覆盖 对吧 是一种替换 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 12月25号 变成了圣诞节 实际上呢 通过你对圣经的考察 有很多的线索 比如我也看过一些文章 我自己也做过 这个一点研究 这个耶稣基督呢 他有一个亲戚 就是施洗约翰 这位施洗约翰 比他大六个月 而他降生的那个 具体时间在圣经里 几乎是可以找得到 能算出来 因为里面提到他的家庭 是一个祭司的家庭 而犹太的祭司 是有24个班次 是轮流值班的 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每半个月 他们会换一个班 来值班 所以他的父亲 是哪一个班次 在圣经里是写着的 然后你可以考察 当时的那个制度 应该很精确的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在值班 然后什么时候 知道了自己的妻子 有身孕 这些事情 所以呢 这个是 根据那个就可以推算 然后再往后 再加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加下来之后 就是变成了 根据一些算法 我们可以说 耶稣基督的 真正降生的日子 大致上应该是在 9月中旬到10月中旬之间 9月中旬到10月中旬之间 而且如果说是 小的话就是 如果说是这个 具体的哪一天呢 就比较可能是 犹太人的一个节日 叫祝鹏节 以前我也专门写过文章 讨论过这件事情 讨论过这件事 很多人总是在说声音小 因为也有人说声音还可以 声音小的办法呢 一个是您调大您的音量 再一个是可以尝试一下戴耳机 应该都会效果会好一些 因为我只是用这个手机的麦克风在做 好 那因为多数人还是说正常 那再提到声音问题的 我就先不回答了 然后大家如果是有这个 可以有时间的帮着回应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来往下来说 所以耶稣大致上是出生在祝鹏节 9月到10月之间 当然具体的日子不可考了 所以在圣经当中 耶稣降生这件事的意义 远远不如他的去世和复活的意义 更加的重要 因此复活节是哪一天很清楚 对不对 而圣诞节是哪一天 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今天的12月25号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约定了的日子 就是来纪念它的 也有人会说 这正好也是跟每一年的冬至日重合 相差两三天 是一年中最寒冷最黑的日子 那么正好呢 这一天是圣诞节 预表着从这一天开始 白天会渐渐的加长 然后就会春天就会渐渐的到来 所以这个有多重的含义在 那么圣诞节呢 就会后来随着这个各个民族 他们的信仰发展 然后他们把自己一些民族的文化的元素 和圣经原有的元素融合在了一起 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有没有这棵圣诞树 你可以看到我背后也放一棵圣诞树 这个圣诞树 他的核心永远应该是上面挂着的那个十字架 他代表的是耶稣基督 其他的都是一种辅助和点缀 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圣诞节的一个日期 从那一天开始 从第一个圣诞节开始 到现在两千年了 一直有各式各样的人 反对过圣诞节 我不知道你最近的 你所在的地方 你的学校 你的单位 或者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通知 说不要过阳节 不要过圣诞节 因为这个圣诞节是 西方的一个东西 怎么怎么样 有很多的说法 这个是不让人过的 甚至每一道这个日子 很多人就会收到一些 朋友圈里也好了 群里也好了 或者是什么渠道 就一些莫名其妙的说法就出来了 比如说圣诞节是 什么八国联军建立的 他们当年攻占了北京 侵占了圆明园 然后把12月25号 当作他们庆祝胜利的日子 又如何如何 那天还大屠杀 就是这种乌鸡之谈 还是特别的多的 你稍微的考察一下历史就知道 那么八国联军进北京 是哪一年 哪一个月 还是很清楚的 而且更不可能是 他们创立的圣诞节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圣诞节是有这样的一个角度 很多人是不过的 也不让过 对吧 其实你要问我 过不过圣诞节 我作为基督徒 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我们也不过圣诞节 什么叫过圣诞节 比如说你好像很说过节 过年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这一天 还是挺重要的呢 因为无论如何 圣诞节这一天 是很多人 就算还不是基督徒 他也了解 这个是跟耶稣有关系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可以跟人分享 关于耶稣的事情 基于这个理由 我相信多数的基督徒 还是会选择 在这一天 有一些活动 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 重温圣经的记载 或者是跟朋友们在一起 分享自己的信仰 那这就是圣诞节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意义 这也是 耶稣道成肉身的意义 因为他来就是要把 祝福平安拯救带给人 那我们也应当效法他 在一个世人都 知道跟耶稣有关的日子里 我们来把他的事情 他的故事讲给人 这是一个 我认为过圣诞节的一个理由 如果你把过 不要太狭隘地理解 另外的一些理由呢 就是 还有就是教会内 也有很多真诚的记录图 真心地认为 不应该过圣诞节 理由就是刚才 其实已经提到了 说这个在古时 本来是一个异教的节日 是这个 罗马人崇拜太阳神的日子 你怎么可以把 崇拜太阳神的日子 来用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呢 所以我们不过 我们很愤怒 我们这个 信与不信的 不能同夫一恶 我们圣语 不能这么沾连在一起 这个理由 我是很尊重的 很尊重 但是我想说是 圣诞节当然不是一个 基要真理 基本教义 没有人说一个信基督 一位基督徒 必须还得要过圣诞节 或者圣诞节这天 必须要去传归音 他才是基督徒 没有这个说法 但是如果非常强烈地 来强调 圣诞节是不应该 有任何特别的纪念的 这个可能也有点过分 这几天我读到一本书 是这本 这个叫 切斯特顿 他是英国的一位 著名的文学家 他的这个 一本散文选 里边呢 就有这么一篇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叫什么 谈圣诞节 是不是 谈圣诞节 所以他在这一篇文章里 写了几个 不太长 一篇短文 大家也可以去找 挺有意思的 我可以给你念 其中的几段话 切斯特顿是怎么说 圣诞节的呢 他说 他们 他这个他们指的 就是反对过圣诞节的人 他们只能用这样的思想 来安慰自己 假如一切日子都是枯燥无谓的 那就证明一切日子都是平等的 任何有关圣诞节的废话 其危险性也就减少了 所以可能有一些 弟兄姊妹 他不愿意过圣诞节 是因为不想突出 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他们认为每个日子都一样 但其实正如保罗所说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一样 他早就已经预言 是有这种事情的 而 他还继续说 切斯特顿说 然而一般说来 正常的人们 享受这种特殊的节日 而不知道为什么 正如有学问的 高贵的 有教养的 开明的人士 蔑视这种节日 而不知道为什么一样 说的很有意思 那些非常有知识的人 也给你举很多理由 反对这个节日 而那些不怎么想 这个问题的人 只知道了这个节日 他就过 所以这个是非常精妙地 说出了一些理性 和人们的一种非理性因素 就是传统 风俗 习惯 之间的那种张力 所以 你需要了解 人群当中的各种 不同的人是在怎么思考 同样一个问题的 他还说 我不是指任何人 都能轻而易举地准确说明 为什么人们愿意把快乐 集中在特殊的地点或时间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一个太实际的心理学问题 因而无法说明 切斯特顿常常也被算作是保守主义者 这段话就是一个佐证 因为他想说的是 为什么人们就愿意在特别的日子 来赋予一种特别的意义 要快乐 特殊的地点 特殊的时间 他说我不知道 这是个心理学问题 保守主义者很少去愿意分析 这种人类的风俗和习惯 而是予以尊重 把它作为一个既定事实承认下来 不去搞太多一风一俗这种事情 好 所以呢 他说 最后他讲 完全抛开圣诞节的一切 真正重要的因素不谈 圣诞节正是体现 集中和固定这一概念的 主要而崇高的范例 因为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宴会 虽然有很多学究 想通过解释把它取消 但是人类几乎肯定的 会持续不断地用某种方式 来纪念这个冬日的宴会 它将圣诞节称为一个冬日的宴会 似乎在暗示 人类到了冬天的这个时期 都会有一种需要宴会 需要欢乐 需要平安 需要祝福的这样一种需要 那么作为基督徒 甚至于作为非基督徒 愿意把这一天称作平安夜 成为一个互相赠送礼物 互相祝福的一个日子 这未尝不可呢 何不尊重它呢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切特顿的一个说法 好那这是借着这个事情 我们又从这个角度 讲一讲圣诞节的意义 我自己在以前听到过一首圣诞节的歌曲 每年到圣诞节都有很多的歌 大家都听过 铃儿响叮当了 是吧 平安夜了 刚才放那个背景音乐 就是平安夜 但是作为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 圣诞节的歌曲 还不是平安夜 是一首我还把它这词 特意翻成了中文 虽然有有翻译了 但是我还是把它特意的 又翻译了一下 我给大家再放一下这首歌 并且看一下这个词 好 这个叫做Mary Did you know 是一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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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把这首歌词你要是细细的去品味 你可以了解到一个完整的福音 这是我很喜欢它的原因 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这样 它这个自动就会 摄像头就会突然自己缩回去亮屏 它的意义就是这样的 在各样的文化当中都有 前几天我还看到了一个事情 说英国搞了一次拍卖 什么拍卖呢 就是把人类好像有史以来第一条发送的短信 大概是1992年 用一个手机发送的短信拍卖出去了 这个拍卖的好像什么几十万英镑吧 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第一个发送的这个短信是什么样子呢 我还真找了一下它的那个图片 就是这条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个就是据说是当时人类历史上发送的第一条短信 你可以看到这个名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Merry Christmas 对吧 就是圣诞快乐 好 我现在结束这个屏幕共享 还是回到我们正常的这个直播里面 好 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意义 在个人的眼中各有不同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平安 爱就是一定包含着宽容和接纳的 即便人家不接纳我们过圣诞节 是吧 我们也会尽力的能在我们 活得出爱的地方来去接纳他们 没有声音吗 我现在说话大家能听到吗 有的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切换不过来 你可以退出重进一下 一般来说就好了 一般就会好 好 那我们继续来讲 所以圣诞节 你确实有三种的一个处理和态度 谢谢大家的回复 有三种的态度 一个是非常非常的拥抱 就像前些年的那些商家 中国的商家比外国还热衷于圣诞节 因为这一天可以销售 可以炒作 是一个噱头 苹果都在这一天会卖得很好 什么平安果 这是一种态度 第二种呢 是无视他 第三种是我刚才非常推荐的 说我们用这一天 跟还没有了解信仰的朋友 可以分享耶稣的故事 这不是也很好吗 当然也有人会反对过圣诞节 是吧 有各式各样的态度 所以其实就是你针对一件事情 到底是有怎样的角度 有怎样的尺度去看待它 确实能够体现一个人 他的信仰的实践方式 甚至是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这个点上我们需要宽容 需要来了解别人在做什么 这样 实际上圣诞节在近代 几乎都要快消失了 就是连英国 欧洲 连他们都不过了 但是有一个人 叫做查尔斯狄更斯 大家应该听过狄更斯 对吧 双城记 什么物都孤儿 基督山伯爵 他写的啊 狄更斯呢 他有过一次 在圣诞节前 他需要 好像是因为有什么出版方的要求 逼着他 逼着他去要完成一个稿件 他就很匆忙的 还写了一个小说 也算预言 也算故事吧 就是叫圣诞颂歌 这个呢 也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 了解一下 这个故事呢 在咱们的图书网站上 你都买得到 各样的版本都有 中英对照的 什么带绘本的 原著的 这个翻译 那个翻译的啊 这也是最早翻译进中国的 外国的小说之一 好像在一九零几年 还是一几年 就已经有翻译过来 圣诞颂歌 对 基督神伯爵 不是这个 迪更斯 就是说迪更斯的 这一个 叫圣诞颂歌 谢谢你的指证 那么这个圣诞颂歌的情节 我也不想过多的剧透 讲的是一个 大致上就是一个 脸色苍白 心情郁闷 对什么事情都很愤怒 对什么事情都很厌恶 只想过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的 那么一个人 有点像这种 一看到别人过圣诞节 他也很生气 这样的可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小说很有意思的 而且还拍过电影 很多版本 有一个版本是著名的 那个孝星 好莱坞那个孝星 叫金凯瑞 他演的 所以都可以去听 大家可以去搜这个电影 或者是看这本书 那么这个故事 在当时英国风靡一时 据说英国女王都很喜欢这个故事 又因为他在这个故事的结尾 他说了很多 大家送礼物啊 等等等等 狄更斯等于被人认为叫做 再造圣诞节的一个人 就是在他之前 很多人都已经不过圣诞节了 但是从狄更斯之后 从这本圣诞颂歌之后 家庭要在这一天团聚啦 要互相交换礼物啦 吃一顿圣诞大餐啦 帮助穷人啦 分享圣诞故事啦 好像又重新的被建立起来 建立起了一个新的风俗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很值得我们思考 就是我们到底对于一些文化方面的事情 是躲避 厌恶 还是正面出击 占领那个阵地 对吧 把它的意义正面地表示出来 因势力道来做事情 这个是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天去 让大家去思考的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一天 我希望基督徒的家庭里 都可以放一棵圣诞树 如果你真的觉得圣诞树很 让你很难受 心里良心很不安 也没问题 但你也可以有一些别的纪念 你至少在这一天 跟孩子讲一讲圣诞节的故事 好像这个约翰派博牧师 他很特殊 他家不放圣诞树 他家放一个马槽 然后把很多的礼物 放在这个马槽里 你知道为什么放马槽 对吗 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 他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家人和邻居 来了解圣诞节的意义 他的核心 主人公到底是谁 你像我的后边 你看到了放一个圣诞树 我家每年都是在这个月 会放起这个圣诞树 提醒孩子去明白 昨天晚上的家庭经办 我也是带着孩子们 一起唱圣诞的歌曲 也看了几个短片 也包括刚才给大家放的那个小短片 然后讨论了一下 对你来说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我们轮流祷告结束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去分享圣诞节 所以这个是圣诞节需要有的一些纪念 你可以放上一些彩灯 放上一些松柏 这棵东青树 圣诞树的圣诞树的原型是东青树 据说象征的是一种永恒 因为它四季长青 最顶端的那颗星 据说是代表着耶稣降生的时候 引导着东方博士来朝拜他的那颗颈星 伯利恒之星 所以还有这些彩带这些东西 都是表示的是那些礼物 这是有它的象征 不过即便是我还挺愿意说 借着圣诞节这一天 即便我们基督徒不过 但是你在这一天可以去传福音 但是连我也有一个不太能接受的 就是圣诞老人这个环节 这个真的就过分了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 不会出现那种圣诞老人的这种元素 更不会说挂个大袜子里面放什么礼物 还不至于这样 但是我不是说就反对别人 用圣诞老人这个元素 还是那句话 的确大家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 不是那么一致的 事前的事情绝大多数也不是非黑即白 那么简单 就比如这位网友的评论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一般这样讲话呢 通常表示你的脑子很简单 所以我个人不会用什么圣诞老人的元素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 同样是在文学作品当中 比如这一本 这一本 纳尼亚传奇 纳尼亚传奇 C.S.路易斯写的 在他这个小说里边 圣诞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甚至于就有圣诞老人 因为对他而言 圣诞节有很多的寓意 你像在那个冰封的纳尼亚世界当中 统治那个邪恶的 世界的那个邪恶的统治者 就叫做白女巫 对不对 这个白女巫 他是个什么人呢 书里是这样写的 他呀 他就是那个一手遮天 要控制整个纳尼亚的人 也是他让这里永远都变成了冬季 永远的冬天 没有圣诞节 所以 白女巫在他的这个设定当中 纳尼亚传奇中 就是一个他不信神 他是一个专门压迫别人 又很偏执的一个执政者 白女巫就非常的憎恨圣诞老人 所以呢 在他的这个小说当中 圣诞老人的存在 不是我们今天世俗的这个意义上 那个圣诞老人 每年到了圣诞老人 咱们中文 简体中文朋友圈当中 传一些莫名其妙的表情包 比如说熬拜 批成了这个圣诞老人的样子 那个是在搞笑 实际上圣诞老人 在纳尼亚传奇当中 是一种符号化的作用 就是告诉你圣诞节 它还是存在的 圣诞节还是存在的 说起路易斯来 在那个叫路易斯传 他的这本传记里边 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他和他的兄弟 路易斯和他的哥哥 正是在圣诞节这一天 他们真正的接受了信仰的 真正的接受了信仰的 而且他哥哥是在上海的 叫永泉礼拜堂 第一次领的圣餐 在1931年的圣诞节这一天 所以他们兄弟二人 真的是都是在这一天 接受的信仰 这个算是路易斯的一个 小典故 在圣诞节这件事当中 其实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文学作品 当然主要是跟西方有关 跟圣诞节这个元素有关系 比如说我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还带几个年轻人 读了一些书 比如说这一本 这个叫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 这本书 是一个中世纪的 一个骑士小说 这个小说也是开始于 一个圣诞节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 一个绿衣骑士 冲进了亚瑟王的圣诞聚会 向他挑战挑衅 亚瑟王手下勇敢的高文爵士 站了出来迎接这个挑战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来自于圣诞节 挺有意思 还有很多的这个 基督徒知道的 包括朋友们知道的一本书 叫夏洛的网 是不是 讲一只小蜘蛛和一只小猪的故事 是不是 那只小猪是为主人养着 说要养过圣诞节 就要做成圣诞大餐上的烤乳猪 他就很忧伤 结果那个蜘蛛就帮助他 怎么躲过了这个灾难 很有意思的一个童话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个童话故事 所以这就是一个文学方面的一个事情 还包括说大家所知道的像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吧 也是关于圣诞节新年这样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知道安徒生的这个童话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我很喜欢的俄罗斯的那位作家 饥寒交迫而死 但是他在最后临死前吧 在那种幻象当中 好像耶稣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会上 招待着他 然后他幸福的去往了天国 所以说这个就是 可以讲跟卖火柴的小女孩 非常的像 我当然没有去查考 她的谁影响的谁 或者是独立的看待 但是你想像安徒生 像托这样的伟大的作家 他们很重视圣诞节的意义 他们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正如同托斯特杰夫斯基写的 他的这篇小说的结尾是这样说的 第二天早上 几个打扫院子的人 在柴堆背后 发现了跑进来的小男孩 那冻僵着的尸体 他们到处寻找他的妈妈 然而他的妈妈 死得比他更早 母子二人在天堂里 上帝面前相会了 我为什么要编出这样一个 与平常理性的 而且是作家的日记 格格不入的故事呢 何况还答应过 要用大半的精力 描写反映真实事件的短篇小说 但问题在于 我始终觉得 这一切在实际上 都是可能发生的 也就是说 地下室里和柴堆后边 发生的事情 在实际上是可能发生的 至于耶稣举行的圣诞晚会 怎么对您说呢 我就不知道这种事情 有没有可能发生 好在我是写小说的 可以去够吧 1876年1月 所以作家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他当然知道在讲什么 对吧 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在关心的是那些 是不是能够有人听到福音 能够在天堂上帝的面前 和他的所爱的人相会 他关注那些真正饥寒交迫的 灵魂要失丧的人的需要 所以这个就是在文学的角度 又可以看到 至于有人问的 说你从圣经的角度 怎么在解释圣诞节 你好像进来晚了 是吧 我一开始就是 说了他的根据 您可以暂时出去休息一下 比如 之后这个有回放的 您找一下开头的地方 来讲 等一下您的问题 咱们可以专门回答 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听的话 是吧 好 所以在圣诞节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 1914年 一战期间 一战期间 那个圣诞节 交战的双方 英国和德国 他们就不约而统地 选择了停战 小伙子们一起在 战场上踢起了足球 所以 圣诞节的意义是平安的 是平安的 在这一天 荣耀归于至高的神 平安归于 他所喜悦的人 所以这一天的意义 不是吵架哦 是吧 不是在这儿刷屏哦 而是平安 对吧 是大家去真正了解 别人的需要 真正了解 还有人想听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圣诞节的意义 从各个的角度去讲 以前我还曾经推荐过一部电影 咱们今天这个直播 我们不是在讲道 不是在内部培训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 因为疫情的缘故 也好 是因为天冷的缘故 或者因为各样的缘故 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活动 但是还想了解一下 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朋友们 主要是针对他们的 像您知识如果特别大的这种 姑且称为弟兄姊妹吧 您可以换个时间 我们专门交流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接着往下讲 我刚才说了几本书 说了一首歌 还有一部电影 还有一部电影 叫做生活多美好 这一部电影 我也认为 它是可以很好的反映 圣诞节的精神的 虽然它是1946年拍的 它跟那个圣诞颂歌一样 有异曲同工之妙 异曲同工之妙 它告诉我们 什么是圣诞节的精神 是一种纳尼亚人 所盼望的圣诞节 不是那些卖平安果的人 盼望的圣诞节 是一个跟天使的联邦 有关的圣诞节 而不是一个跟 八国联军有关的圣诞节 是一个跟 愿意向家人 向林舍敞开自己的信仰 分享喜乐 分享平安的圣诞节 而不是一个内卷 攻击 气愤愤的 脸色苍白的圣诞节 对吧 这个生活多美好 这部电影呢 在今天在国内都能看到 各大视频网站都可以看到 中文版的 还有居然有彩色上色版的 是吧 虽然原片是黑白的 但有上色版的 剧情我就不剧透了 这个剥夺了大家的这个快乐 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过 明天正好周六 又是圣诞节 您和您的家人朋友 您不妨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叫生活多美好 它非常的经典 经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当年1992年 俄罗斯第一次开放 可以放外国电影的时候 当时的总统叫叶利金 就下令 在俄罗斯的电视台 第一次播放了一部美国电影 播放的这部电影就叫 生活多美好 是吧 这个电影所以它有它的历史意义在 这样 那一部小说的这个 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的主演 电影的这个主演 可以讲呢 就是和这个戏中的主角 他们的身份 特点各方面都非常相似 完全是量身打造的 这位主演叫做詹姆斯斯托尔特 他在美国好莱坞平的百大历史影星 好像排第三第几这样子 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军人 参加过二战 是飞行员 是飞行教官 非常高超的飞行技术 指挥过多次的参与 也实际参与了多次的轰炸 德国纳粹的任务 真的是战争英雄 退役的时候 最后他升到少将这么高 但是他 还是去在战前 他就已经是从影了 是影星 二战结束之后 他回去继续的拍电影 那在影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这个人是 这个加尔文宗的 这样一位信徒 所以他后来也是 他跟他的妻子 就是在这个生活多美好 上映之后 上映之后 他跟他的妻子 就是在教会举办的圣诞晚会上 第一次相遇的 后来他俩都是一个宗派的 就结婚了 婚礼呢 就是在先前 他们奉献 兴建的一个 长老会教堂里举行的 然后就像这个电影的主角一样 他俩也有了四个孩子 后来 所以这个斯托尔特将军 也可以说是一个影星 他一生就这样 积极地从事着 慈善的事业 持守他的信仰 爱临舍 爱社区 远离着娱乐是非圈 虽然他是一个军人 但是他从来不拍战争片 他说打仗是我的责任 但不是我的爱好 我觉得这个多好呀 实际上我自己在原来 从小到大 我在高中 在大学 都常常参加演讲比赛 辩论比赛 也常常是 当那个第四位的那个辩手 也得过几次最佳辩论手 但是我真的信主 尤其到了现在 我真的很不喜欢辩论 辩论是我的能力 是我的特长 但不是我的爱好 所以我在今天 咱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日子 我选择不辩论 我们来分享这个正面的解释 正面的意义 效法一下这位斯托尔特弟兄 他很爱他的妻子 1997年 他妻子去世两年后 他也忧伤过度而死 享年89岁 所以这个电影 也挺值得大家一看的 一个人一生 能够在上帝恩典保守之下 善始善终 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比我们的很多娱乐明星 强多了 是吗 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 最后出现了一个天使 好吧 如果您本身对圣诞节 就愤愤不平 您要看这个电影 一定选择这个克制 别把您电视给砸了 花钱买的 是不是 因为居然出现天使了 而且那个天使还泡沐沐的 像一个非常平庸的 一个老人的一个样子 这个影片中那个天使 看起来非常平庸 毫无嘉情美容 但是他开导了这位主角 在这个主角在万念聚会 要自杀的时候 给他展现了一下 说这个小小的镇子 如果没有你多年来默默的坚持和付出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主角惊讶地看到 在那个平行世界中 没有他的那个世界 这个小镇被那个垄断的大老板给掌控了 人们没有房子住 没有正经的工作 这个小镇很快开启了很多的酒吧 很多的妓院 很多的一些东西 最后就搞得非常的可怕 所以他才明白 原来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信徒 做一个持守上帝原则的人 如此的重要 能给别人带来这么多的祝福 他就明白了自己的意义 明白了信仰的意义 所以最后这个电影是结尾是很感人的 先是大家先唱了一首圣诞节的赞美诗 叫听啊天使赞高声 再接着呢 就是那首著名的主题曲 叫有意地久天长 这个挺好的 听啊天使赞高声 送赞那位将士的基督 对吗 而有意地久天长 是他鼓励这些相爱的人们 感谢上帝把平安赐给了他们 所以这就是这个片子 为什么经典的原因 为什么经典的原因 一个没有他的世界 会这么的可怕 我们推而广之 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 会是多么可怕呢 对不对 所以圣诞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思考 基督道成肉身 他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个不配有他的世界 现在有了他 从此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从此 像我这样的 原来最喜欢的言辞上跟人争辩 骂人不带脏字 把人损到哭 这样的人 居然可以不跟人争辩了 你说基督多么伟大 对不对 一个有基督的世界 和没有基督的世界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有基督的历史 和没有基督的历史 那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线 基督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人 我当时说我去参加那个 二十年前参加教会办的那个活动 那正是因为自己的心中 有很多的挣扎 痛苦 愤怒 我浑身带刺 我见谁都跟人怼 当时就是没有直播 没有手机 我上网 QQ聊天 论坛 聊天室 见谁怼谁 持守自己认为正确的一些东西 但是后来确实是上帝慢慢地把人改变 所以我想这个圣诞节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他告诉了我们基督来了 所以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的生命有可能要被改变 没有他就没有救赎 没有怜悯 没有他就没有公义 没有正直 没有基督就没有美好 没有盼望 这个世界不配有他 只配有魔鬼 只配有那个电影当中 那位波特先生 就那个大资本家 哈哈 剥削人的 但是基督真的就来了 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 一生看起来很平庸平凡地度过 死得又那样的凄惨 但是这一切却有着神圣的意义 他拯救了他要拣选的人 这就是圣诞节道成肉身的意义 让一个痛苦的灵魂可以向他呼喊 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 有了一个盼望 可以去抓住 让那些软弱的人 从此可以变得刚强 让那些不安的人 从此有了一个安定的靠山 让那些灵魂失丧的人 从此有机会来到耶稣的身边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所以圣诞节我们常常讲 耶稣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有一个术语叫 道成肉身 因为耶稣在圣经中被称作是 那太初就有的道 这个道成了肉身 这就是耶稣降生的意义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而道成肉身 他当然会有很多的含义 比如 神居然来到了人间 他降维了 对吗 而且他还不是以君王的形象来的 他是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儿子的身份来的 他甚至都不是生在医院里 生在旅馆里 哪怕是生在家里 他是生在一个客店旁边的马棚里边 马槽是他的摇篮 所以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 俗话说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但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却告诉你 人也往低处走 因为神往低处走 神愿意去 到这群不配的 卑微的 软弱的人当中来 拯救他们 听他们 看他们 观察他们 帮助他们 所以在圣诞节这一天 我们也要来去 来帮助他们 帮助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 即便那些有需要的人 自己不觉得自己有需要 上帝看到人 他心生的是一种怜悯 而 我们今天也该有这种怜悯 当我看到了一些弟兄姊妹 还是在这讲话的时候 我看到了 22年前 我的那个样子 感谢你 让我重新找回我青春的一种感觉 你像我当年一样 义气 血气方刚 还是很青春昂扬 年轻真好 所以圣诞节的意义是 道成肉身 很多人讨厌它 官方不让我们过 就是主内的也很多人不让你过 对吧 我们也没有过呀 我们是在为别人而过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福音 我们就不用传了呀 然而那天还没有来 我们的责任还远远没有尽到 对吧 所以圣诞节的一天 它的意义很多呀 你想一想 当三博士 东方博士去问西律 将要降生的王在哪里 西律比他们更紧张 对吗 但后来 西律问 你们见到那个王没有 他生在哪里呀 结果博士们是在梦中听到了天使的指示 说不要告诉他 他们就顺从神 不顺从人 不告诉他 这些小小的故事 是不是都给我们很多的剑帮助 哪些事情可以讲 哪些事情不要讲 哪些要顺服 哪些不要顺服 无论是什么 三月一号 还是几月几号 什么样的新的法案 新的法规要颁布 时间越来越 窘迫 时代越来越逼则 但是无论得时不得时 不都要传福音吗 这就是圣诞节给我们带来的意义 所以最后呢 我也想劝大家 尤其是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 你可以选择做这样一个尝试 在圣诞节的这个周末 您可以选择去做一件善事 哪怕是送一个礼物 给那有需要的人 这是第一个挑战哦 你可以做一件善事 或者是送一个礼物给别人 然后呢 你可以开口 向这位愿意赦免人的上帝 承认你所有的一个罪 就是你自己胜不过 你很痛苦 你知道你被他缠绕 捆绑 你现在其中不能出来 你很想胜过 但你没有力量 那我告诉你 他会赦免 他才有能力赦免你 你不要跟任何的人去讲 你单单向这位耶稣去祷告 承认你的罪 然后你跟这位介绍你来直播间的朋友 可以的话 你去教会听一次讲道 这样来过一个圣诞节 我想这会是最有意义的一种过法 对吗 做一件好事 认一个罪 听一次讲道 导一个告 怎么样 你愿意试一试吗 这是圣诞节 你所能得到的最美好的礼物 就像22年前 我得到橘子卡片和圣经的那个夜晚一样 我希望这样的福分也临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朋友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简短的分享 剩下还有一些时间 大概还有几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这个就是直播的好处 咱们可以有一些问题的互动 特别是 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 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来提 我可以保证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所能知道的一定回答你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对吗 既然你有这样的朋友 能够邀请你来听这样的一个讲座 所以我相信你会有很多的问题 有时候这种匿名性也挺好的 我只看到一个ID 我不认识你 你去讲一番话 你有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我会回答你 也许会比你认识的人回答 会让你更加容易接受 好 下面就是可以我们有互动的时间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提问 我们可以有点交流 今天如此柔和 不一贯如此吗 鼠灵和鼠肉的界限在哪里 看来这弟兄姊妹 问的问题很专业 都是有这种 术语在的 简单的来说 从零生的就是零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 我刚才讲的那个电影叫 生活多美好 对 好 谢谢这位姊妹 她已经打出来 谢谢这个苏杰姊妹 受洗不代表得救的记号 受洗是记号 不代表得救 这样讲 可以的 信仰现在非常软弱 怎么办 在你的软弱中 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会刚强的 是刚强的 你靠着他可以刚强 靠着自己就是软弱的 然后一根柴离开了火堆 他就是软弱的 他要回到柴堆 回到火焰中 才是刚强的 一般 弟兄姊妹说 自己很软弱的时候 往往是远离了教会 这是一个回到教会的好日 机会 另外一部电影 你说的是那本书吧 是叫圣诞颂歌 黑客帝国寺上演了 可以看吗 好像是一月初上映吧 到时候我看完之后 看看有没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注重圣诞节 不注重复活节呢 更注重啊 我们当然是更注重复活节的 怎么理解善与恶 哇 好大的问题啊 上帝称为善的就是善 上帝说是恶的就是恶 论圣诞节的这个文章 是在这本书里的 这本书里 切斯特顿散文选 这个是什么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可以买到 我会专注于优先回答 这个还没有清楚的朋友们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会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 圣诞男孩 这我没看过呀 不知道啊 纳尼亚传奇哪个版本好 我这个版本就是 一龄出版社的 我觉得还好吧 基督徒没有受洗 神会赦免他的罪吗 耶稣死的之前 身旁的那个强盗 也没有受洗啊 耶稣已就赦免了他的罪 哈利波特基督徒可以看吗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看呢 新办法实行后 还能看到我吗 你终究能看到我的 或者线下或者线上 或者云中或者天上 是不是 第二季啊 第二季怎么夜的半年以后了 很忙 因为这半年 我在带着几个年轻人 在读 细细的读一个 经典的武侠小说 我也把它做成了一门课 是一个尝试和一个示范 所以读历史呢 是可能要到明年 年终甚至年末了 这位一直刷屏的朋友 不断的在提醒我 敬拜的限定性原则等等 好像认为我不知道 可是连你都知道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吗 今天的主题因为不是他 所以暂时不回应 神为何不制止疫情 神要是没制止 我们现在不都感染了吗 已经制止了吗 是吧 地上很多灾难 为何神不拯救 这就是罪在世间的肆虐 带来的这种问题 对吧 就像有个神学家说的 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 不是说我们为何没有苦难 因为我们还有别人的罪恶 就是一定会带来灾难的 或许你真正要问的问题是 为何我们居然可以有幸福和平安 这个不对劲的 为什么可以有幸福和平安 这我们不配得 所以可能问题的出发点就会 有点错误 因为神不欠我们一个 拯救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 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证实里边 你说没有耶稣的记载 有啊 塔西陀的里边就有 虽然不是够详细 因为他当时耶稣 我们说了吗 只是以色列一个普通的木匠呀 谁会想到 要为这样的一个人记转呢 对吗 但是也有一些线索可循 比如塔西陀的编年史里边就有 为什么降生在马槽里 是 因为当时是选罗马帝国 要人口普查 所有人要回到自己的户口所在地 于是 耶稣的这个父母 马利亚和约瑟 就回到他们的户口所在地 是伯利恒 你想想很多人都来到这儿 要登记呀 要排队呀 要去注册 就爆满 他们就连客店都找不到 最后是客店的主人 给他们安排到了一间马棚当中 在那儿住下的 而那个时候 马利亚身孕很重了 所以生下来的时候 是耶稣的时候 就把那个马槽当作的婴儿床 这就是生在马槽里的一个 人间看来的原因 当然从属灵的意义来说 这就表示神降卑为人 是以如此卑卑的方式来的 东方三博士是哪个国家的 首先其实圣经没有说是三博士 只说东方博士 很多人是因为礼物是三样 乳香黄金默药 就觉得是三博士 其实没有说三 大致上就是波斯那个地方的 那个东方 不是中国 为什么美国因疫情死亡那么多人 那这个我不了解美国 因为我也不在美国 他们防控的有问题吧 或许 这个好问题 你说耶稣上十字架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他为什么可以赎现在的我们的罪 那是因为他是在时间的当中 时间对人才说是一种单向性的存在 你看到圣经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的先知在预言 知道未来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 时间是单向的 未来如何不知道 但对神来说 它是清晰的 已经发生的 所以耶稣处立在时间的中央 他之前的人要仰望 盼望他 他之后的人要仰望和纪念他 所有人都是靠着他得救的 环境越来越严重 这件事情很难说一定是坏事 因为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如果你还要信 这个表示是真的上帝的工作 表示比较有可能 你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去信的 所以这样的信仰或许反倒是真的 牺牲了数量换来了质量 你很难说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当然我不是说这位这件事情较好 我是上帝有他的安排和时间 在我们看不清的时候 我们忍耐等候 圣经不太能读进去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 我小时候挺爱读书的 读了不少书 但我刚信主的时候 圣经也读不进去 但是当我真的觉知信主 向上帝祷告之后 奇妙的事情发生 虽然不是说天崩地裂 天女算花那样的 但是其中的一个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居然看得懂圣经了 这是圣灵的帮助 必须有上帝亲自的帮助 人才能读懂他的话 这个是个相辅相成的事情 另外教会存在的目的 也是这个 有些你看不太懂的 可以去听牧师解释一下 弟兄姊妹的解释 还有很多的书籍 也可以去参考 这都是读懂圣经的方法 必须大学生才能读神学 这个不见得吧 彼得也不知道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加利利大学吗 打鱼专业吗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神愿意 他可以使用任何的人来读神学 讲讲约伯为什么受苦 您可以上我的那个网站 或者公众号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 有一天专门的讲到 名字叫像约伯一样沉默 讲这个问题的 这当然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为什么要奉上十分之一 简单的说就是刚才那个问 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 那么对于一个信上帝的人来说 上帝说的就是善 上帝禁止的就是恶 而要奉献十一 那这是上帝的吩咐 我们相信这件事是善的 是美的 上帝为什么允许美国一个基督教大国死这么多的人 美国是基督教大国 这个或许曾经是 但是这些年你看他的趋势 不见得是吧 人如何与上帝互动啊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 基督徒有呼 有吸 呼吸是吧 我们的呼就是祷告 我们的吸就是读经 所以最重要的跟上帝互动的方式 就是向他说话 这叫祷告 以及听他说话 这就叫读圣经 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沐云的半导体 搜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越有知识的人越信嫉妒 不是吧 这个话从何而来呢 就我多年的经验来看是越有知识的人越不容易信基督啊 是吧 最开始是什么让我信上帝的 我可以说在以前的讲道当中分享过一点我的见证啊 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 我在上大学之后 开始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发现我是有罪的人 太多了 很具体的罪 不是自己的一个自我诊断 是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罪 被这种罪咎感捆绑 无法自拔 读书不能救我 读了很多道教的书 我在信主之前最喜欢装子啊 很喜欢道教 没找到答案 研究过金刚经 研究过佛教 也没找到答案 但是当我那一次的圣诞节啊 来到教会 看到圣经 看到他们想 基督来是为了拯救罪人 有病的人才需要他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我就如同无雷轰顶一般 心中的一个解开 就是 我觉得我有罪 我知道我有罪 他需要被拯救 需要被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任何人承诺他能解决 但是这位耶稣 这位圣经里的耶稣说 他是为了解决罪而存在的 这就是我第一 最主要的 当时要信他的动力 后来当我真的开始 渐渐的越来越相信 许多的恩典伴随着我 因为信 以至于信 就渐渐的 不仅是意志 是情感 理性 全都跟上 在某一个时间 我会发现我全然的相信 所以 认罪是第一 是最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讲圣诞节 的一个小挑战 就是要承认自己的一个罪 你看上帝是不是真的会赦免和帮助你 这是值得每一个人去试的 木云的半导体 为什么少了锅 因为连锅连木连云 这三个字都是笔名 用哪个都无所谓了 教会牧者讲得道太浅 听不进去 怎么办 你可以看一些神学书籍 有一些书还是很深的 比如基督教要义 可以自我的有些学习 耶稣降生之前 人类有得救的吗 当然有啊 大卫嘛 是吧 摩西啊 是不是很多啊 旧约中的人物 一定有得救的 他们盼望这位基督 和我们回头仰望这位基督 一样的 信主的方式都是靠基督 启示录的分享 看上帝带领吧 有机会讲一讲 近期可能没有这个安排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一些 主流教会的 归正的一些解经 这样子 觉得这团契中 更多是称为基督徒的 刷过去了 陌生人 时间吧 有的时候是时间 更多的相处 磨合 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你三年换一个教会 你永远跟谁也建立不了 真正的团契关系 是吗 所以有时候时间很重要 怎么提高自己的灵命 与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多在一起哦 老子得救了吗 这不知道啊 加莱如果上天堂 看到他 他就得救了 怎么能重生得救 这个是上帝的工作 但是你能做的 就是我刚才 给你那个挑战 你向他认罪 向他呼求 向他祷告 福音是白白的给每一个人的 渴了的人都可以来喝 都可以得着 这一个事情 对弟兄姊妹 对家人亲戚 哪个更亲密 你是说应该更亲密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非得要强求自己怎样吧 是吧 如果你会跟你的弟兄姊妹 更亲密 那是那个时间处到了 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你跟邻居处久了 关系都会更 比你的远亲要更好 何况是弟兄姊妹呢 对吧 你说圣经没有讲过 团契这个词 我不太敢确定 我印象中是讲过的 后面没有分享了 后面就是有一点互动 所以如果你还有服饰 就可以退出 没有问题的 对老子我大概认为 也是不会得救的 但我不想说死 我也不想轻易的当 人间常物父上帝 我来替上帝判断 谁得救谁不得救 你要非要问我呢 我说我不知道 大概不得救吧 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是去可以有沟通 反正直播这件事 还蛮少见的 我一年也直播不了几回 两三回 大概这个样子 妻子的主要使命 是在家里吗 还是商量好 绝大多数是在家里吧 除非你俩约定好 你出去上班 丈夫在家里 相亲教子 也可以啊 也不是完全不行 但通常还是 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 对吧 老子中的道和圣经中的道 是一个意思吗 是一个字 也有一点交集 但当然不是一个意思 老子的那个道 是没有位格的 三五人聚会 有领圣餐的权利吗 我比较保守 我觉得好像 除非是有牧者 来给你们来领 怎么给忠心信仰 马克思的人传福音 我可以告诉你 我信主之前 我就是忠心信仰 马克思的人 所以怎么传呢 大胆传吧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以换教会吗 更重视服饰的仪式 不是很重视 讲台感觉得不到位一样 教会的三个标志 传讲真道 有纪律 有圣礼 都缺失了 就不叫教会了 应该换了 但如果并不是如此 那也许先从自我来省察 一方不信出轨了 不尽责任 可以离婚吗 可以啊 圣经明确说嘛 另一方犯了淫乱 你可以离婚 有人认为 哈里伯特讲的 魔法反信仰 魔界里边也有魔法 对吧 预言故事 文学是有它特殊的写法的 魔法的意思 不是让你拜魔鬼 那是一个翻译 正如同任何智力正常的人 不至于看个西游记之后 就自己弄根棍 头上带个菇 就要上西天 对吧 神话故事 有它特殊的题材 对吧 奇幻小说 是有它的风格的 我们教会有些灵养小孩的 如何突破心灵的条坎 视若几出 如果这是你的问题 我欠你千万别领养 你还有一刀坎 对你好 对那孩子也好 真正的上帝是 给他那个感动和呼召 可以领养 视若几出 那是一定是先把那个坎 除掉了 经济条件是基础 对耶稣总是无法信靠 该怎样更深入的交流 也许是事实能够更加教育到他们 帮助到他们去理解 如果他是在担忧你的工作 不牢靠 你的赚钱的能力不足 付不上这个成年人的责任 如果是这个方面 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 而如果是过于的贪婪 是过于的抓财宝 那你可以把圣经上的相关的地方 讲给他 讲给他听 基督徒死后可以捐献器官吗 我认为可以啊 这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确定了一下圣经的没有团契这个词 你是确定的希腊文吗 还是你搜了一下和和本的中文圣经 这个劝勉我控制体重啊 跑15分钟 我几年前坚持跑步 但是方法不得当 把腿跑坏了 半月板永久受损 所以这两年确实没怎么跑 我正在学习游泳 但是夏天游泳呢 又伤了肘 手肘又坏了 刚刚才算恢复好 所以很郁闷啊 好像上帝 暂时没有给我开体育锻炼的门 希望明年夏天继续游泳吧 基督徒可以丁客吗 可以 可以的事情有很多 但不都是荣耀神造就人的 你都丁客 为什么要结婚呢 是吧 结了婚 为什么不要生养呢 所以通常来说是 不是个最好的选择吧 三个位格是三个神吗 当然不是三个神 是说同一位神 他有三个位格 位格这个词的 你大致上可以理解为 好像人有人格 是吧 神有位格 再具体的解释 几句话讲不清楚 你说比原来圆润许多吗 我下午还专门 真的称了一下体重 体重还是一样的 可能是今天离的镜头太近 因为你们总说声音听不到 听不到的 逼得我这个镜头越拉越近 靠麦克风越来越近 见到圣经是在伯利恒吗 应该是吧 因为那个叫伯利恒之星 最重要的问题 耶稣是神吗 当然是咯 这我们已经说了半天 三一神 圣父圣子圣灵 基督徒可以跳广场舞吗 广场舞觉得 你作为锻炼身体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他的那种音乐 会比较多数的感觉 有点有无这个耳朵 拉耳朵 妻子尚未信主 如何彼此相处 你要看格利诺前说 七章是吧 左右都在讲这个问题 该怎样相处 就怎样相处 爱他 焉制到你的善行 不能感化他 能够信主呢 对吧 基督是神 怎么能死呢 因为基督是神 又是人 他是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所以他死 然后他又复活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确实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可以投资股票 基金 房子吗 可以啊 当然 作为投资来说 任何理性的投资 都是可以的 但是炒 炒股 炒作 炒基金 炒房子 只要沾上这个炒 它就比较像投机 就不是投资 而投机 这就是圣经 比较指出的 那些想要急速 发财的人 他的下场 总是不好的 所以不要去投机 找配偶 可以找不信的 之后 带他再结婚吗 这个操作很危险嘛 是吧 这个是 不要这样做最好 基督徒可以撒谎吗 如果这样说吧 如果你是姊妹 你是小孩子 你是很软弱的人 我指的仅仅是体力的软弱 不是意志 惧怕 你可以沉默 你可以做很多的 对你有利的事情 我不想说 一口咬定 你不要做什么 像拉荷所做的事情一样 家人不信 应该怎样帮助他们 多做美好的见证啊 多去实际的关注他们 关怀他们 为他们祷告 这都是要做的 怎么没有让我们背尺子下呢 有啊 保罗让我们效法基督啊 那基督的话 你当然是要来听的 基督让你背 当然就要背了 虽然不是真的要做一个木头十字架去背 而指的是要你承担你的责任 去受苦 去经历这一切的事情 有个姊妹欠你钱 可以上告吗 你最好是先在教会中 是吧 去调解 看是否能解决 如果是真的解决不了 你要走民事的程序 那也没有办法 虽然就会被外婆人笑话 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 的确会闹到那个地步的 这个必须承认 想到生娃养娃很担忧怎么办 我以前讲过一篇叫做生养众多 是吧 你可以去看一看 搜一下 基督徒可以炒骨为生吗 我刚才刚说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到是炒 我得说炒任何东西 就是以头肌为生 这不是正经事业 我们应该做正经事业 而这个是显然 我仅仅说的是炒 显然不大正经 苦难和等候 很大的问题 你可以在我的那个 公众号搜一搜 比如说 关于约伯的那篇讲到 像约伯一样沉默 可以搜一搜看一下 都是很大的话题 很多基督徒说自己 没有宗派背景 是否有问题 这倒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他就是 了解的不深而已 他以为他没有就是没有吗 你以为你以为的 就是你以为的吗 实际上都有 只是你不知道 如何看待新的三月实行的条例 我也正在想 我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可以做直销吗 哎呦都好具体哦 案例那些吗 我不是很了解那个行业 但是你只是记住一件事 不要说谎 不要做假见证 不要想着急速发财 不要炒作 如果能做到的话 我想没有问题 网课啥时候准备有活动 圣诞节送礼物 明天早晨 我要送大家一个大礼物 有一门课 我要完全从此 完全免费 赠送给大家 其他的课程 从圣诞到元旦也打折 这个算不算有活动 对 明天早晨 大家可以收我送给大家的礼物 我的公众号叫做木云的半导体 木就是日木的那个木 西洋那个木 云半导体 明早的礼物 八点 别那么急 就是我以前讲古典教育的那门课 从明天早晨八点开始 永久免费了 送给大家一个礼物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天这么冷 黑的这么多 这么快 这么早 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古典教育吧 疫情困在学校 很无助 很孤单 真是的 的确 希望疫情尽快结束吧 有团体的生活 有教会的生活 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说什么明天早晨八点 我说明天早晨八点 不是圣诞节吗 我要送大家一个圣诞礼物 就是我讲古典教育的那门课 从明天开始 永久免费 老父亲年岁很大 怎么守主日 如果真的身体行动不便 现在很多教会 是有线上崇拜的吧 我想可以考虑 条例出来后 还能听您的音频吗 音频是有的 你能不能听到 那我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不 不在我掌控范围内 是在这里听吗 不是啊 明天你关注一下公众号 如果公众号封了 我就会发一个二维码的图片 链接到我那个网站上 我那个网站是叫做 沐云全拼 沐云radio radio就是收音机那个radio 你也可以去那个网站上看 学校要跟周围同学 彰显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吗 我觉得还是要的 我们叫亮牌 这个牌还是早亮为好 要不然过了多少年 人家说 我信主了 当时没人传福音 你就是基督徒啊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多么尴尬呀 是不是 谢谢这位姊妹 就是那个网址 3w沐云radio.com 这个是我备份的网站 如果公众号发不出来东西 现在已经基本发不出来了 只有风花雪月能发出来 但凡一点正经内容 就很难发出来 所以你可以收藏那个网站 有搜索功能吗 有啊 就在那个网站上 无论是手机还是什么 有一个小放大镜上的图标 你点一下就可以打关键词 就能搜了 我这个手机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发的这个 这个文字会重叠 有一些就重叠了 我看不到 所以有一些没有看到 有时候就重叠在一起了 孩子想起个属灵的名字 不知道怎么起 问问你的牧师哦 你看他有什么建议 投资与投机 这个区别最主要的就是时间 你频繁导手的这种都叫做投机 你如果真的买一个股票放在那儿 十年之后再去看他 那这个需要投资 当然具体你要说那么精准的时间点 那我也不是专业的经济学的人士 我只是告诉你心态很重要 你是投资还是投机 这位小萌娃问的这个问题 岂是录到第几印了 我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的所指 你是认为这第几印第几印 是对应历史的年代吗 那或许本身这个前提 我就不太承认 是不是以后没有这种直播和公众号了 照现在的这种公开的说法来看 应该是没有了 但也不知道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们不为明天忧虑 更不为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忧虑 耶稣自己死了又活了 怎么带出的别人 好问题 我非常建议你去教会 听一次讲道 明天后天就是主日 你去当面 就问你那个牧师 他一定非常乐意的 给你花很长时间解答你这个问题的 要去教会的 多囤书还有什么 多学习电脑技能 是不是 你在一间改革宗长老会聚会了两年 你对他不满意 我劝你先待够三年 是不是 如果只是两年 我很怀疑一个人能够用两年的时间 就判断一个教会好不好 你不妨再忍耐一段时间 是不是 体制内可以不公布身份吗 那你要暗中做尼格迪姆 那也看起来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嘛 对吧 但是如果你被人家说你是不是和你自己讲我是 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有十分钟 还有没有我们现在对信仰有问题的 朋友们想要来提问的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希望这个平安夜对你来说是一个契机 哇哈哈水泼塌这件事 我在大概过年的时候 我写一点 因为这个跟我最近准备的那门课程的一些主题很有相关性 所以到时候我会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那行淫的妇人 那些围观的法利赛人 犹太群众 和我们中国的吃瓜群众有什么的区别 如何看待三胎 我家就三胎 你说怎么看待的 能生就生啊 至少三个 自己学英语 考学校的在编适合吗 你的意思是考到这个外边的学校当老师适不适合 那什么工作都可以做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能做 只是你要想一想 你怎么在那个环境里持守你的信仰的身份呢 仔细想这个问题 怎么看王力宏 刚才我回答了呀 我在过年的时候会 会有文章来解释一下这件事 有一个课程 你是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吗 是啊 你的问题看不到吗 我不知道你提的是什么问题 有的时候大家发的这个字会重叠在一起 也有些我没有看到 确实 教会对跪拜看得很严肃 一律不许跪拜 我觉得你尊重你所在教会的一个要求 如果你要是问我们的领寿 我也认为不应该跪拜 当然理由就还是要花时间解释的 时间有限 能不能对墓碑鞠躬 鞠躬就表示它是有位格的 对不对 你对人鞠躬 那你会不会对一个电脑鞠躬呢 表示它有位格 所以你说墓碑要对它鞠躬吗 这个值得考虑 这个问题 你问的是盛餐的问题 我认为那只能还是这个饼了吧 暂时的这个简单的回答 只有三次主日怎么办 线上咯 线上你既然能够联络到一切家庭 改革宗有什么区别吗 广义来说 路德之后的新教都叫改革宗 狭义的来说 一般是指加尔文宗 你搜一下这几个词就好了 这个直播后面可以看吗 可以啊 有回放 可能稍微做一点 什么上传的什么编辑工作 就可以有回放 李甜甜的问题怎么看 我感觉最近发生了一些事 用那句俗话来说 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先再飞一会儿 等它尘埃落定之后 或许能够看得比 正在进行时的时候 发表的言论要更清晰一些 或许 正统改革宗不过圣诞节 切斯特顿有本书叫 回到正统 大家对正统的定义 是不是够正统 这个是未知的 过不过圣诞节 明天看一下回放 好不好 咱们整个这个前一个小时 主要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是不是 圣经谈起女性的权利 和现代女权的区别 正好是我下一周 要讲到的题目 到时候会发出来 尼托生神学 与改革宗神学的区别 那区别很大了 当然他不是改革宗的 没有归正教会怎么办 那你就委身在一个家庭教会了 如果看在利用朋友圈 微信等工具传福音 好得很呢 那不利用这个应该怎么传呢 现在网络福音这块很重要 那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在这里搞直播呢 对吧 是不是 因为确实有人不方便出门 或者不方便怎样 他只接受用网络的方式 来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都已经在B站 我都开个账号了 我都尝试着做一点视频 这个阵地你不占领 就会有人占领嘛 是吧 我是希望能够以一种 比较积极的方式 去对待 这些工具 尽可能的去利用它 一定要被上级案里的牧师 把级改成D 我就完全统一了 B站号叫啥 也叫木云的半导体 流量很可怜 粉丝很少 才上传了一两个 两三个视频 我还没太学会 但我人老心不老 我现在也在尝试着 用业余时间 稍微的学一学 怎么剪辑视频啥的 不谈宗不谈派 只谈耶稣 只谈这句话对吗 这句打油诗 挺搞笑的 话对不对 显然不对 三字的信徒会得救吗 信徒得不得救 只取决于它是不是圣灵重生的信徒 跟在哪个教会没关系 所以或许是家庭教会也有很多不得救的 三字里边肯定也有得救的 B站审核太严了 是吗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才刚刚试水 我家猫很可爱 人家光看到可爱了 收养一个猫 我会发现都已经有很多的麻烦事 每天要当蚕食官 要窗帘都让它抓坏 所以我在想到刚才有弟兄姊妹问那个问题 说收养一个孩子 那个坎很难过 我非常理解 因为真的是收养一个小动物 收养这两个流浪猫 都是有很多的功夫要做的 收养孩子 那当然难度大很多的 所以我非常的钦佩那些 愿意收养孩子的那些人 基督教教育 您只认可古典教育吗 谈不上只认可 因为我只是在做这方面 别的那些我觉得也可能挺好吧 但是我选择这个 别的那些我不太了解 我认为这个最好 所以我才做这个的 你还不是弟兄 是不是要先阅读圣经 读经很好 但是如果是读不得太懂 还是要去教会 跟你的基督徒朋友 一起有点交流会更好一些 三字是教会 不是啊 我不认为那个是 但是那个三字里边 也没有得救的 这个问题就如同你说 没有宗教改革之前 古代的教会 也没有得救的 我相信还是有吧 对吧 古典教育是什么 我明天那个圣诞礼物 你拿去听了 哪个课不就是讲这个的吗 试管婴儿啊 这个我说实话 没有做过专门的这个调研 我个人觉得收养一个孩子 比试管婴儿 是不是稍微好一点 虽然都很难啊 天人和一跟以马内利一样吗 那当然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的天是没有位格的呀 是吧 为啥不是教会啊 这个以前我也是讲过的 你可以在公众号上啦 网站啦搜一搜 搜一搜什么金牛啦 什么什么的啊 我也是讲过的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要结束了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小问题 我们可以来继续的 小肚鸡肠容易记恨别人 怎么破 说的是我自己 嗯 很好问题 感谢你让很坦诚 我想最重要的是 多想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多去纪念思考这件事 定精在救恩之上 会知道自己的 是在他面前完全的一个罪人 也许这样你能够 比较容易接纳别人吧 体育教育的重要性有多重要 我认为仅次于圣经的教育 就这么重要 报名整理过讲道录音 没有得到会 是吗 我现在还在发愁 我的很多录音 整理不出文字来 然后那天我再确认一下 我看什么情况 我现在还是需要很多人 帮我整理一下的 但是我积攒了很多录音了 都没有文字 我是哪年生的 我说我是90后 你信吗 1890后 怎么听我的录音 在那个网站上 就是 是3w.慕云radio.com 会发 网站怎么下载 有一些是有那个下载按钮的 直接就下载了 有一些好像只能在线听吧 这样子 学堂在家教育都可以 我个人认为学堂更优先一些 但是如果你的条件 那只有在家教育 那没有问题 重点就是主内的教育 好 我们的时间就要到了 最后还是祝大家平安夜 真的有真平安 也祝大家能够在平安夜 圣诞节 都可以更以福音为念 无论是三月一日之前 是几月几日之前 我们的使命总是要去传福音 得时不得时 把这个好消息 圣诞节的道成肉身的好消息 带给别人 如果你邀请你的朋友 来听了这场直播 你可以不妨顺势地问问他 有什么感受啊 是否愿意去跟着你去教会啊 愿我们在这一天能多结果子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好 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能够 听我说了这么长时间 特别感谢 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 也能够有兴趣来听 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恩典 也希望平安夜的祝福 特别的与你同在 好 谢谢大家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 您的计划